新北市盧州区在昨天晚间 有两名男子持着球棒在街上赴殴 警方到场发现了 起因是因为500元的借贷纠纷 正要将两人带回派出所时 其中一名男子却是情绪失控 挥拳怒呛警方 结果惨被压制在地 警方获报有人持球棒在街上赴殴 出动了快打部队抵达现场 但赤裸上半身的男子情绪很激动 来啊 来 讲没几句话就开始动手动脚 男子说自己没闹事 继续跟警方吵 结果下一秒就被压制上铐 不仅民众早就被闹到受不了 又担心遭受波及才会叫来远警 原来不久前闹事两名男子 一人持球棒一人赤手空拳 在马路上演全武航 事发在新北市卢州区 警方事后调查是500元的金钱纠纷 叫嚣的陈欣男子欠好友钱 好友就在15号晚间持球棒上门理论 结果双方大打出手 陈欣嫌犯不满 认为自己被讨钱是受害的一方 结果还要被带回派出所调查 因此对远警挥拳教伤 而不管是好友或是他 两个人都违反的设違法 都被带回侦办 结合500元好友撕破脸 这下两人通通进了警察局 而债务纠纷 还是没解决 记者先当张士奎 新北市报道